今早在廣州市中心 臨和東路 威斯汀酒店門口發生了一個交通事故 相信大家在微信群內都看到了 各種傳播 那個事故其實都頗恐怖 有十幾個行人被一架白色的Benz撞倒 具體是怎樣撞的呢 Benz本身是停在斑馬線上 好地地等著紅燈 但這架車突然間就向前衝 這個時候前面有十幾個行人被它撞倒了 真是幸運沒有人死亡 暫時沒有人死亡 幸好它不是一架SUV 因為如果是高的車 可能就會有鏈壓行人的情況 但真的有很多人受傷 其實都是一個影響很大的交通事故 當然這個事故是一個女司機 大家後來在群上發了很多關於女司機的事情 但我覺得其實這件事不應該針對女司機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調查具體的結果是什麼 但是看到這個場景令我想起了一些我很想說的事 也都是之前很多朋友問過我的 關於等紅燈的時候停車怎樣操作 我今天就拿這架車跟大家說一下趁熱 有很多人問過我 我們現在自動波的車 D檔等紅燈究竟需要回去空檔搜查呢 其實從養車的角度來說是不需要的 現在的車你D檔放心 兩三分鐘 波箱是不會過熱 不會有什麼損耗的 但是你看到今天早上的交通事故之後 你看到了從安全的角度來說 最好都是在等紅燈的時候掛空檔 拉手煞 又或者直接掛P檔 因為掛P檔其實是雙重冒險 因為P檔本身有個卡扣會卡住車 如果是平地的話 就算不拉手煞 掛P檔的車也不會留的 但是你掛空檔都OK 拉好手煞 拉緊手煞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掛D檔 因為現在我知道很多人在等紅燈的時候 例如看手機 搞一下中控台 手套商拿一下東西 或者轉身去後座拿個袋 這種情況你的腳都有可能 身體一旦動 腳會有可能不小心 這樣一滑 一滑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大家看看 我的腳在煞車打板一滑的時候 就滑到右門那裡 車就向前衝 所以這個有可能就是 今天的交通事故 它的案件重演 可能就是一個這樣的場景 具體不知道 所以這個是等紅燈的時候 我看完之後 我都建議大家 不要想著車子怎樣 想著怎樣安全就好 掛空檔拉手煞 這個是我的建議 第二個場景 我想特別在這裡說的 就是停車場拿卡 或者是高速公路拿卡 現在經常有那些自動發卡機 有很多人停車停得不好 這個時候它其實是要 好像這輛車的腰線那麼高 都要伸出來這樣拿 甚至乎是停過了 要開門伸出來去拿 這種情況我就一定提醒大家 一定要記得掛P檔 老老實實掛P檔 因為有很多老司機可能覺得 我D檔開過來 拿不到我就懶得搞 我就踩著這樣拿一拿 但是這個情況大家看看 D檔你拿卡 我這樣要伸個身體出來拿卡 我打開門給大家看清楚我的腳 伸出來拿卡 一拿 扇腳 車就衝了出去 衝了出去 如果前面這個地方剛剛好有輪廁 你的門就會啪地打過來 你的手可能在這裡 你的頭可能在這裡 是很恐怖的這種事故 之前我見過有很恐怖的結果 所以奉勸大家 你不要理會後面的人按喇叭 搖你 或者怎樣吹你 或者有人笑你 拿卡 不要理會他們 我是一個開車 跑了二十多年的老司機 我都經常會出現 拿卡拿不到的情況 我就會老老實實掛P檔 拉手殺 這個時候你慢慢 枝枝油油 解開安全帶 慢慢拿都沒有問題 為了自己的安全 為了別人的安全 所以這個是 今天這個交通事故 我所想到的一些事 希望給大家一些安全的建議 希望這種事故不要再發生 希望大家都安全存